唉呦我看我今天起来刷到那个胡适哥的采访 他压力也挺大 真的嘴下流行吧 我们真的挺不容易的都 真挺不搞坏 天天爱喷反正 胡适哥在比较这没什么压力啊 肯定有啊 那个他妈的恶意剪机 反正人都剪 剪坏了 这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压力 怎么样 难道给你们哭啊还 直播给你们哭什么 求求你们别说了 哎 昨天换来看赢不了 别什么搞这种了 不一定的比较粉丝也别来喷我啊 别来斩鞭 小组我真 真 真 经受不起 你说到后面那种 瑞兹这个英雄只能前面给他妈队友提供一些帮助 他妈一直在靠上 一直在靠下 到后面他妈的 这个游戏跟瑞兹也没有太多关系了 而且这个 这个版 这个版本中路比他 本来就 嘖 影响力 影响力不大 你们知道吧 影响力本来就不是很大 很穷 这个版本中路 影响力不大 就是很多 很多情况 为了打资源团中 中单要他妈逼 策划好回家的时间 他妈很肯就把搞了 中单就 这个版本就是工具 成工具人 也不能说成工具人吧 就是影响力没那么大 影响力 影响力要到三十分钟左右吧 二三十分钟左右吧 这一只打塞拉斯 这一只打塞拉斯 真的不能送 不能输 不能输 不能输啊 塞拉斯真的挺崩的 塞拉前面没什么用很穷非常穷穷穷穷穷中穷 我们打威武那把也是一样的 如果没剪到头的话他是没有用 但是就是有一波剪到两个头然后后面就被翻了 这个版本哪个位置影响力大 就下路跟打野 下路跟打野的游戏 这版本 那轮子妈加露露 轮子妈加露露 然后那个什么卢娜呀什么 哲力加猫啊这种 你起来了就根本不怕中路 中路有个屌用啊我操 你比方说像瑞兹碰到对面是卢娜 碰到对面是轮子妈 你上去打他一套不掉血的都 血都不掉他打你一套半血 而且打不到他们你知道吗 会被poke会被poke 你们怎么知道叉烧离队了 发公告了吗 叉烧还行啊 就有的时候方式不太推 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听年设计赛怎么说 我感觉我感觉尖击百分之七八十多关 我是觉得 尖击统治力太强了 尖击 是还行啊 但你问我谁都是还行啊 没觉得谁不行 小花生也适合这个队伍 小花生有可能比较适合去野区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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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小华生野区打不过小天 野区打不过打都打不过也是看线上 他们中下对线很猛 那他五行跟尖基训练他也是五开 尖基上战也还行啊 反正跟兵哥打的又来又回的 但是兵哥打Nugray卧槽 一天到晚在那里爆杀Nugray 什么情况我不是搞不清楚 啊 兵哥好像欲枪折枪型 369我操 369世界第一上战 我操把谁打的卧槽